各位來賓 大家午安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可以在這邊跟大家分享我們做的 就是這一系列的開花植物 應用於龍天從愛管理的研究 那其實我在這個報告之前 必須要講一下這個源起 一開始是我們研究員 梁大吉研究員他有一個想法 就是因為這幾年來 我們常在伊蘭花蓮地區 有推動有機農業 那面積越來越大 也因為這邊的地理條件很好 然後水質也很乾淨 所以其實我們的面積一直在持續安生當中 但是在栽培作物的過程當中 其實有機農業一定會遇到病蟲草害 這三個問題 那所以如果說發展有機農業 也已經規範了不可以使用農藥 那農民要怎麼去對付這些蟲害草害 跟病害的問題 是一個值得我們省思的部分 那其實很多檔委有在研究 還有生物防治的一些天敵 還有就是飼養這些可以具有蠕食性跟寄生性的天敵 然後來釋放到田間做防治 但是如果以長期的考量的話 我們沒有常常去釋放這些天敵的時候 當我們的作物一旦被收割完之後 這些天敵就無法永遠的留在我們的田區當中 那所以那時候研究員他就想說 是不是有一些植物 他可以具有吸引這個天敵的這個效果 所以一開始也因為因緣機會 認識了一個養蝴蝶的先生 那他那邊有種很多蝴蝶的蜜圓跟石草植物 所以我們就開始展開了一系列的調查 那包含就是很多 一開始是針對一些比較高的律理 或者是多年生的 那分別去調查他上面 是否有具有一些有益的天敵 或者是他的害蟲 是不是跟我們作物是重複的 那這一種的話我們就會避免 就是去種植在 推薦種植在田的旁邊 好 那 那麼再經過了就是從2009年 就是2009年開始 經過了一年多的調查之後 我們有發現到有幾種多年生的植物 它的確是具有吸引天敵的效果 那他吸引的原因有 就像剛才我們Professor Steve Broughton 講到的 他可能會有一些 他是棲地 或者是他有一些蜜圓 或者是他上面有他的食物 獵物在上面 所以後來發現到 像第一個這馬力金 他是可以吸引最多 就是可以捕食牙蟲的這些天敵 包括瓢蟲 還有草蠅跟石牙蠅這些 那另外還有 因為他也是蝴蝶的毛毛蟲的食草 所以他也會吸引捕食性的存效 那另外像是金鹿花跟橙山花 我們也有去調查 他上面到底有哪些好的有益的天敵 那最後一個細葉選家花 這個是他不是天敵 但是他是一個蜜蜂 但是也是可以幫助我們人類 受活的好的一些昆蟲 那這張圖就是那個馬力金上面 他會有 具有許多黃色的一隻一隻的都是牙蟲 那上面就會有吸引到很多的瓢蟲 然後再來就是當我們調查到一個段落的時候 那時候有機會到了紐西蘭去參與一個國際合作計畫 那時候本來不是要看這部分 但是因為究竟那時候安排的時候 就發現有一位就是在座的Steve Rotten教授 那他也是在做這方面相關的 所以就去拜訪了他 那其實他是一個非常非常忙碌的人 但是那一天早上他還是撥控 就是跟我聊了當地的有機農業的發展 他有這個Ecosystem Service的這個概念 所以那天真的還蠻感謝他 他還幫我安排了幾個學生 帶我去了解他們進行的一些研究這樣子 那所以現在看起來跟當年長得一模一樣 那那時候呢 了解了生態系統服務Ecosystem Service這個概念的時候 我們就是後來去查了一下資料 他是包含了其實早上有提到的 包括這四種供應式服務、調節式服務 還有心理式服務還有維持式的服務 那再跟我們農業剛剛提到農業的防治那些病棟草 病棟草害的部分 其實是跟第二部分這個調節式服務 是比較相關的 因為他包含了作物病棟害控制跟送門者 就這部分 那其實我們在做了之後也發現 他相對的也帶來了這個心理層次的提升 還有上面的這個供應我們的一些食物 會比較多、質品質比較好的 附加的帶來的服務 所以呢 我們那時候也了解了那個 Roughton教授這邊 他們在剛剛提到的 在葡萄園裡面種這些花開發植物吸引寄生蜂 來防止捲葉額 那在間接的防止了這個會沒病的發生 所以我們就覺得我們並不孤單 因為很多的國家都已經在進行這樣的試驗 因此我們就針對我們基礎的調查部分 來去開始展開我們一連串的眼尖試驗 那首先我們就是針對蘿蔔、白蘿蔔 因為白蘿蔔上面它會有 業背會有許多牙蟲 所以我們想說是不是可以利用 因為它吸引這些牙蟲們天敵的這個功能 來種植在白蘿蔔鐵的旁邊 然後可以達到一個 我們不用施任何的有機資材 就可以防止害蟲的效果 好 那我們那時候呢 就是選了兩塊田區 一塊是旁邊有種植馬力精的 那裡面是種植蘿蔔 那另外一塊就是都沒有種植任何綠理的 然後我們去調查它的牙蟲 跟調蟲的數量 那麼最後牙蟲的危害度 我們也進行了一個統計 那在這個結果可以明顯的看到 在我們第七週和第八週調查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馬力精它的 馬力精它的那個田區裡面 就是白蘿蔔上面的被牙蟲危害的數量 是明顯少於沒有種植馬力精的這個蘿蔔田的情況 也就是說它有種植馬力精的話 它的牙蟲數量會比較少 菜也長得比較好 那另外它的瓢蟲的數量也是多人對焦族的 所以它是具有對牙蟲控制的效果 那接下來也是針對秋葵田 那這個是在選擇0.8公頃的田區 也是在邊邊種植馬力精 那也是調查它上面的牙蟲的數量 還有天底 那最後也可以看到這張圖發現 就是牙蟲的數量在有種植馬力精的田區裡面 它的數量是明顯的少於對焦族的 所以藉由上述的這個試驗 我們就是比較有信心 那因為之前我們都是針對蔬菜田 所以後來我們也開始進行了一些研究 看是不是能拓展到我們花年這邊下去 對大眾的作物水到田邊然後去種植 那並且去調查它比較常見的一些害蟲 發生是不是有減少 那這個是就是剛剛提到的 可以吸引蜜蜂的系列雪茄化 我們是把它們種在瓜菜類的田區旁邊 增加它授粉還有結果綠 那再來下面這個就是因為有一些 撒剝的一年生的菊科植物 我們也想試試看 所以我們也分成在水稻田的旁邊 去撒剝了孔雀草的這種開花植物 還有在甘蘭田區裡面也去撒剝萬壽菊 那其實這幾個效果後來都有不錯的就是防漬的效果 那當然這幾年當中也有一些是失敗的 因為失敗 實驗不可能就是都是非常好的結果 所以我們就把成功的這些例子也一起推廣到田間 給有機農民 那目前已經推廣了3500公尺的這些開花植物的條帶 那有幸呢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有這個榮幸安排的那個當真修來我們花蓮 那時候也帶他去一些有機農場去參觀 那在參觀的途中我們也在交談 有關就是當天用理研究 那也跟他請教了許多 許多研究上要怎麼調查的一些細節 那也收穫了不少 所以在那次之後我們就決定今年 因為那時候他有提到就是 越南那邊也有在水稻田旁邊種植這些 就是撒剝局客之物 所以我們也來試試看 那今年我們就在第一期稻作的時候呢 就選了一塊水稻田 那在水稻田的旁邊 我們撒了三種的菊科植物 第一種是白日草 白日草是因為在場裡面有調查過 它的寄生風數量是比較多的 那第二個是萬宋菊 第三種是孔雀草 然後混撥在這個旁邊的條帶 那因為我們是選擇比較靠近的這一塊田區 當作處理組 那比較遠的田區當作那個對照組 那來去看它的差別 那這個是在撒剝完之後 兩個月它開始全部都開花 這個時候呢我們就去調查這個水稻田裡面的 所有的物種 那包括我們也比較在意的 比較重要的銘蛾 還有飛濕類這些害蟲 以及寄生風的數量 那調查方式是用掃網的方式 好 所以在這張表可以看到 其實在有撒剝這個開花的植物的水稻田裡面 它的物種數量是比對照組還要高的 那再來我們也是把物種分泉 包括害蟲還有捕食性的天敵 跟寄生性的天敵 那其中寄生性的天敵是真的是明顯的 比比較遠的那一區的控制組還要來得高 那麼因為不知道到底是哪一類的寄生風 所以我們有再去針對二化米 就是我們這邊水稻比較重要的害蟲 二化米的寄生風 所有相關的寄生性的寄生風 都把它抓出來算 那後來發現到就是在局克植物坑邊 它的寄生風數量是比對照前去多 將近快三倍 那所以它雖然說它本身在蟲的部分 害蟲部分沒有太明顯的差別 但是它明顯的可以吸引了很多 這樣子的寄生風在旁邊等待 萬一如果填區裡面害蟲的積數增加的時候 那就會有這些天敵可以幫忙防治 那另外在白被飛尸的部分 我們也去看了一下 這是我們四次五次的調查的結果 那麼在第二次調查的時候 可以看到它有一個高峰 對照組白被飛尸有一個發生的高峰 然後後來就慢慢中降 那在處理的填區它是比較平緩的增加減少的 所以不會像這個對照給填區是會重增重這樣的情況 所以說在經過了一些這幾個試驗之後呢 可以發現像我們如果有種植葉菜類 比較容易得到牙蟲這些的害蟲 在旁邊有種植馬力基 它就可以有抑制害蟲效果 而且不需要使用太多其他外加的資材 那另外菊科植物 目前可以維持水稻田激生性天底的數量 而且可以控制害蟲的密度在一個水平之下 那麼其實這些研究有些試驗方法 因為是第一次 所以其實在取樣方面 剛才我有跟趙老師在聊 其實它有些可以再增加一些取樣的方法 可以讓這個實驗會更準確 所以在現設計上 我們之後還會再繼續做改進 那希望可以找一套 讓適合有機農民可以使用的方式 那未來呢 我們其實希望不要 就是我們常常提到的說 不要每次都去撒這些花子 它可以維持一個永遠 當作永遠在那邊的一個棄所 所以剛才我們突然有提到 油脂飲小姐 它就是有在做比較低矮的那些覆蓋性的植物 我們希望以後可以把它推廣到水稻的田梗 還有包括像果棉的地背植物 讓它可以維持一個天敵的棄所在那裡 讓它們就可以永續的生存 並且幫你控制這個病虫害 那所以希望更多的研究單位 也可以一起加入這樣子的研究 讓我們的有金融業可以達到一個永續的經營的目的 那最後就是 因為這個試驗其實進行非常多 那今天15分鐘 其實要感謝很多人 那這次曾經參與過的夥伴 那謝謝就是謝謝大家 而且謝謝所有曾經給我們建議的人 謝謝 謝謝